《陈云讲三国》 此时的刘备方被曹操打败,把人马撤退到江陵河下口。 曹操文迅亲自率领五千青骑兵追赶刘备,占领了江陵后,继续沿江向东进军,很快就要到下口了。 但曹操玉连带着拿下孙权,便没有进攻。 形势万分紧急,诸葛亮便对刘备说,现在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一条路了。 这时,正好孙权也怕荆州被曹操占领,便派鲁肃来找刘备,劝说,他和孙权联合抵抗曹军。 于是,诸葛亮便跟鲁肃一起到柴桑去见孙权。 诸葛亮见了孙权,说,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,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。 将军如决心抵抗,就早日同曹操断绝关系,要不然干脆向他们投降。 如果再犹豫不决,过到临头就来不及了。 同时,又为孙权分析了敌我。 双方的情况。 孙权听过之后,心里挺满意,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,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。 正在这时候,曹操派人下战书来了,那信上说,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领兵南征,金桶雄兵百万,上将千元,御去江南与将军商议共拔刘备。 将军看怎么样啊,速速回信啊。 孙权看后,知道曹操与他共讨刘备是假,欲取东吴才是真,便把这封信递给部下看,大伙看了都议论纷纷,有说投降的,有说主战的。 张昭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。 他说,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,我们要抵抗他,从道义上说不通。 而且,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,现在也靠不住了。 曹军占领了荆州,又有上千艘战船,他们水落并净,我们怎么也抵挡不了,我看只好投降。 张昭这一说,马上有不少人附和。 孙权听着听着,觉得不是滋味,就走出屋子,鲁肃也跟着出来。 孙权问鲁肃,您有什么高见? 鲁肃说,要说投降,我可以投降,将军就不可以,我投降了还可以当个州郡官员。 将军如果投降,那么,江东六郡全都落在曹操手里,您上哪儿去? 孙权叹了口气说,刚刚大家说的,真叫我失望。 只有你说的正和我一扰。 于是,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,拨给他三万水军,叫他同流被协力抵抗曹操。 周瑜领兵进军赤壁和曹军对垒。 曹军兵是很多人不服水土,已经得了一兵。 双方一交锋,曹军就打了败仗,被迫撤退到长江的北岸。 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,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。 曹操的北方兵士不会水战,他们在战船上,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。 后来,他们把战船用铁锁拴在一起,船果然平稳不少。 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个情况,向周瑜献个计策,说, 敌人兵多我们兵少,拖下去对我们不利。 现在,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一起,我看可以用火攻办法来打败他们。 两人伤。 良好,让黄盖送了一封信给曹操,表示,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。 曹操以为东吴将领害怕他,对黄盖的驾投降,一点也没怀疑。 黄盖叫兵士偷偷地准备好十艘大船,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柴草,并浇足了油,外面裹着布木,上面插上投降的旗帜, 另外,又准备一批轻快的小船,拴在大船船尾上,准备在大船起火时转移。 隆冬的十一月天气突然回暖,刮起了东南风。 藏天晚上,黄盖带领一批兵士,分成十条大船驶在前面,后面跟随着一批船只。 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,像剑一样驶向江北。 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,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。 没想到,东吴船队离开北岸约摸二里光景,前面十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。 火箭封是封住火威,十条火船一起闯进曹军水寨,那里的船舰都挤在一起,又躲不开,很快的都燃烧起来。 一眨眼功夫已经烧成一片火海,水寨烧了还不错。